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5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四,奥克兰将会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较雨会从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早间的10点 还好呢,雨量非常的小,最高温度将会是18度,最低温9度 首都惠灵对明天是晴朗天气,气温在10到17度之间 汉密尔顿明天多云有阵雨,6到19度 基督城明天是多云天气,4到16度 皇后这明天是有雨的天气,气温是2到15度 好,一起来关注新闻 奥克兰警方正在调查一起小学生上学路上 被陌生人不恰当触摸的猥亵事件 根据了解,适事的学生是Royal Oak小学的学生 事发时间是本周一的上午 当时呢,这名学生是走在路上 突然一名陌生人是对孩子进行了触摸 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警官就表示 警方已经介入了调查 向一位涉案人士问了话 但目前呢,没有提出任何的指控 他说,有关方面已经向这位学生提供了支持 那么附近的学校 Onihanga小学的校长Vicky Hawley 在给家长的一封信中就表示 附近学校呢,有一位小学生上学途中 遭到陌生人的不恰当触摸 希望家长和孩子们交流 告知孩子们如何在上下学途中确保安全 另外一所小学Orangah小学 也在学校的Facebook网页上表示 未来几天会更多的让工作人员上街巡视 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根据了解呢,这一地区此前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好,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绿党国会议员Gloris Gahman 最近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因为人身安全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她接受了新西兰警方的贴身保护 作为一位伊朗的移民Gloris 是新西兰第一位难民出身的国会议员 新西兰著名的喜剧演员 电视节目主持人Guy Williams 是她的男朋友 那么她男朋友今天是发布Twitter表示 对女友的勇敢大家赞赏 对她在种族主义和死亡威胁前 表现感到自豪 自从38岁的人权律师Gloris 在2017年成为第一位难民国会议员之后 就一直遭到网上的各种恶毒攻击 其中不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甚至死亡威胁 Williams表示 在认识Gloris之后才发现 原来网络是一个对女性和少数族裔 如此敌视的地方 他表示 以前一直觉得网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喷子 但现在他发现 他经历过的所有的都不足以 和自己女朋友正在面对的相比 Williams表示 虽然针对Gloris的恶意一直存在 但基督城恐袭案后 Gloris呼吁对仇恨言论立法 这时网上对她的攻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恶劣的威胁和攻击 甚至无法在媒体中进行报道 Williams表示 行动党党魁David Simmer的 Gloris对新西兰言论自由是威胁的这一说法 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相当于是在煽风点火 那么此后她面对的威胁是进一步升级 Gloris表示 David Simmer的言论就像呼唤种族主义者的狗哨 而这些种族主义者正在谈论的 就是要对Gloris处于私刑 好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国家党副党魁Paula Bennett要求议长 澄清今天早上发布的 国会存在强奸行为的言论 她表示如果情况属实 警方必须介入调查 昨天一个独立的调查报告显示 新西兰国会存在大量对工作人员的霸凌骚扰 甚至是强奸现象 其中三起案件涉及长期严重的性侵犯 议长Trevor Marlin今天表示 这三起性侵行为已经进入了强奸的范畴 但是因为调查是匿名进行的 她自己也不知道加害者是谁 他们有可能仍然在国会工作 对此Paula Bennett批评说 议长做出如此严重的指控 却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实在是难以理解 她希望议长出来澄清此事 国会里很多人都在等待答案 那么当被问到是否还认为 国会是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时 Venna的回答说 今天不这么认为了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